每年628或者双11的折扣是真的优惠吗 如果你想挑选一些高性价比的衣服鞋子或者手表之类的单品 应该去哪购买 喜欢一些小众品牌或者不想撞山 又有哪些比较不错的购物渠道 这期视频就来给大家解答这些疑问 我会分享我做视频这五年以来积累了一些购物经验 包含我最常用到的一些购物平台或者软件 以及一些省钱或者耗羊毛的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类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把实用打在公平上 大家可以放心我这期视频聊到的所有APP或者平台都不含任何的推广 还希望各位观众老爷可以多多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波 首先聊一下大家可能最常用到的陶系或者说阿里系的平台 那做个小调查各位观众你们手机里面都有装哪些马云爸爸家推出的APP呢 我相信大部分观众可能也就是装了淘宝天猫或者咸鱼这三个 但其实除了这三个以外我还有用到一些其他的马云爸爸家的APP 首先说两个跟淘宝相关的 那第一个叫做点陶 这个软件主要是跟淘宝直播相关的一个专门的软件 虽然我个人并没有什么看直播买东西的习惯 但确实现在有很多好价甚至死敌都出现在这种直播当中 并且因为这个APP知名度不高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信任优惠 那这种方式可能适合一些时间比较多的观众 如果你比较怕麻烦 那还有另外一个淘宝相关的APP能非常直接的帮你省到钱 那就是一桃 这个软件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淘宝反例 而且它的购物车是跟你淘宝本身的购物车互通的 几乎你在淘宝上能看到的99%的东西都能通过这个APP去返利 而且上面给到的返利金额是不影响你去用那些618正常的跨店满检或者优惠券的 虽然返利的数目不大 但是经少成多嘛 不要白不要 所以这个APP我还是非常推荐所有人都可以去下载一个的 另外大家应该也能感觉到这几年商家促销的套路越来越多 先涨价再打折的情况也非常常见 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用到一些查历史价格或者比价的方法 淘宝里面其实内置了一个比价和查历史价格的功能 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你只需要搜索有好价这三个字就能打开对应的页面 我最常用的就是它的购物车查压功能 除了查看历史价格以外 你也可以设置降价提醒 当然在比价方面其实还有一个方式会更加好用 也就是浏览器上的一些比价插件 我自己是在Chrome浏览器里面装一个叫购物档的插件 那这个插件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功能以外 它还支持全网比价 同样提到比价最后的软件我还有用到什么值得买 当然我觉得这个软件更多的是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用户曝光的一些好价以及历史低价 包括可能出现的各种叠券或者充购物卡之类的骚操作 在他们的功能里面都有总结 懒人必备 缺点就是在这上面推荐的一些单品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大众的品牌 如果你想找一些比较小众的 或者是比如说像博朝之类的 这上面就很少能看到 淘宝天猫的购物方式聊得差不多了 另外一个我有用到的马云加的软件就是1688 虽然这个我用的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 但是如果有一些观众对于一些基础款单品或者一些周边的配件比较有需求的话 那我觉得1688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几年之前其实我就有在1188上买过一些基础款的打底替 那虽然质量没有好的夸张 但是也绝对对得上平均每件30多块钱的价格 缺点就是很多1188上的单品都需要几件以上起购 像我当初买那个T恤就要5件起购 那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可以拼一下就非常不错了 至于咸鱼这个平台 我之前还专门做过两期关于咸鱼逃货的视频 实际上我很多自己非常喜欢的单品都是从咸鱼上购买的 关于这个软件的门道实在是太多了 大家如果对于咸鱼非常感兴趣的话 我之后可以再详细出视频聊一聊 我这期呢暂且先补充两个 首先就是一些品牌的单品 你能在咸鱼上找到一些员工内购 比如说我之前买过一双瑞博和IMS的联名 那双联名其实在官网上没有打折到最后还是卖完了的 但是我通过员工内购的方式 以一个低于原价价格买到那双鞋 另外一个我在咸鱼上经常用到的购买方式就是很多骨折店 甚至一些小的买手店都会在咸鱼上有他们自己的店铺 比如说杭州的台风老 上海的School Time 我都有在咸鱼上关注他们的店铺 包括我认识的很多个人的手表卖家 他们也只有咸鱼这样一个售卖渠道 所以咸鱼现在真的是一个能逃到宝的地方 当然逃二手表水其实也比较深 这里我也是挖坑了 之后再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 我是怎么样去挑选和购买这些二手手表的 对于小白来讲 购买新表还是更加稳妥一些 这里我也是推荐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平台 也就是CDF海南免税 虽然我买的iPhone是国行首发 非教育优惠非海南免税版 但确实在海南免税上 你能找到很多好价的手表 除了一些相对高端的手表品牌以外 其实海南免税还经常是G-SHOCK的价格挖地 比如最有门的小银块 就在海南免税上出现过很多次低价 所以想购买手表的观众可以下载一波 买鞋的软件也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 那我主要有用到四个 首先是对于偏大货的鞋款 我一般会用实货 这个软件更多是总结一款鞋子在不同店铺的售价 那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是 你可以在一个页面里查看一款鞋子的不同配色 至于一些比较限量的鞋款 我首先会用丁潮这个软件去查看发售信息 发售没想到还是要买的话 那国内就那么两家 刘好赞跟白冰冰 这两家我只能说各有各的烂 就提倡来讲 白冰冰现在应该是压刘好赞一头 但是有些时候刘好赞上面的价格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反正两家平台我都用 货比三家 哪家便宜买哪家 最后聊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忘记的购物渠道 也就是小程序 我会用到小程序的情况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这个品牌可能有自己的某宝或者天猫店铺 但是在商品种类 价格还有包括售后政策都和小程序有区别 最典型的就是优衣库 它小程序上的单品其实和某宝上的库存是不互通的 所以你经常会发现一些在某宝上已经卖完的单品 但是在小程序上仍然有货 并且售后政策方面淘宝是7天无理由 但是它的小程序是30天无理由 对于优衣库这种经常打折的品牌 如果你有想买但是又没有那么着急穿的单品 就非常推荐你在小程序上购买 第二种情况就是一些没有在某宝上开设店铺的一些买手店 还有包括一些海外的品牌 比如说上海的DOW Invincible 深圳的Cost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实体店 但是他们都没有开设自己的淘宝店铺 海外的品牌大家618可以看一看This is Never Dead 其实他们之前是有自己的淘宝店铺的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 小程序我有看过他们618期间也有促销 但是因为是韩国品牌 所以在物流方面就要多等一段时间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也发现 我这期基本上没怎么跟大家聊海淘 因为聊海淘真的又要聊一整期视频的长度了 大家有需求的话我们之后再慢慢分享 如果你对以上我提到任何购物方式有疑问的话 都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感兴趣这些内容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点赞收藏转发支持一波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